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0年11月14日 今天有兩件事要和大家說一說 首先第一件事是有黑暴分子一天之內 針對警務人員作出兩次襲警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的 而這場襲警原來是關於黑暴企圖翻山 企圖復活再次出來搞事有關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的 稍後和大家分析一下 另外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說的就是DQ4和15總辭 他們早前遞了辭職信 但當然有兩個人依然留在立法會中 其中一個就是鄭松泰 而他備受關注 亦受到攬炒派中的吐罵吐氣 但黃毓民竟然上網罵鄭松泰 他們本身是盟友 但現在竟然割裂了 但黃毓民在罵爆鄭松泰是人渣和狗 不小心踢爆自己 原來2016年他有機會是旺角暴動的搞手 那為何他會是2016年的旺角暴動搞手 而這件事亦有機會是他自己承認 一會和大家分析一下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給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你插入的陷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一下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的任何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和大家說的就是 早前11月12日一日內發生兩宗針對警務人員的襲警事件 到底發生甚麼事 原來事源是那天在下午3時有人在葵聰邨的停車場 刻意地針對警員的車輛進行破壞 而且要把警察後尾車的玻璃打爛了 而去到同日的夜晚9時 有人報警說在東涌的副東村有人打鬥 警察去到調查時 突然有人高空雜物釘搶水 而這個情況是極度危險 警方出了一個聲明譴責這些暴徒的行為 而且交由葵青警區刑事調查隊和新界南總區重案組 去接手處理調查這件案件 而這也是一群黑暴的先兆 即是他們即將有機會重新鋪頭 為何會這樣說 我們先看看這兩件事件 明明是針對警務人員而做的行為 而這行為很明顯 過往這一年最討厭警察的肯定是這群黑暴 他們經常被洗腦 以為警察是很邪惡 以為警察是磨心 結果他們當然是這群黑暴很真 或很害怕見到警察 所以這一年不停發生這些類似的襲警事件 但這次事件是平息了風波以來 首次出現針對休班警員 和現在正在上班當席警員的一些襲警案件 其實是有一個黑暴重出江湖的先兆 而這個先兆是在這星期日的集會 就是記協在這星期日呼籲人上街遊行集會 就是指他們要為他們的編輯被拘捕那件事 就要上街遊行 但警方出了反對通知書 但大家想一想 過往這些反對派 這些濫炒派 他們弄傷的遊行 其實大家都不需要看他們用甚麼理由去弄 因為最終的結果 都會變成大規模的警民衝突 或是有一群暴徒會在街上打架 扔汽油彈等等 而為何肥仔傑敢說這次事件 是黑暴重出江湖的前哨或先兆 因為除了星期日的遊行外 星期六他們亦發起在全香港多個商場 重新搞一個所謂的和理唱 即是唱歌的活動 加上這次黑暴襲警這三件事 而我們貫連起來看 其實就是有跡象看到 這群黑暴分子 企圖呼籲更多的年輕人 重出江湖 給他們一些士氣 告訴他們不用怕警察 或者重出江湖再震起他們的士氣 所以變相這次的襲警案 其實是和黑暴 他們有機會重出江湖息息相關 而他們接下來的星期六的和理唱 其實亦為星期日的遊行打開前哨戰 雖然星期日的遊行被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 但我估計這群黑暴亦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照樣都會出來搞事 所以大家如果星期日要出街 記得要小心 亦要避免在港島區的遊行示威常地 所以他們經常去的地方就要小心出入 和盡量不在那裡逗留 另外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說的是DQ4的案件 早前人大在11月11日為香港送大禮 DQ4個立法會攬炒派議員 而他們這群攬炒派議員 最終在昨天前日11月12日提出 我們要總辭 而他們總辭說的是15人 即是這次買4送15 一個很好的消息 而這19人總辭後 大家如果有發現有留意的話 其實一邊還有兩個人沒有走 當中其中一個就是熱浦城的鄭松泰 為何說是熱浦城 鄭松泰四年前曾經和黃毓民組成熱浦城的聯盟 亦建立了一個所謂的普羅政治學院 相信這些名字大家不會說是陌生 而且還有熱血公民 而他們當時黃毓民選九龍西 黃毓民選九龍東 鄭松泰選新界西 結果鄭松泰贏了 進入立法會 但他近來因為留任 已經被罵得飛起 當然不是我們罵他 我們平時也很想罵他 但如果大家發現 除了他倒插國旗這個傻的事 他甚少高調地在立法會中唱反調 或者做出位的事 甚至我自己也發現 鄭松泰基本上 經常是別人要去衝 甚至早前內會他們衝主席台 那些行為 鄭松泰也是坐在那裡 完全沒有衝過 所以他被我們罵 被建制派罵的機會大大減少 但他這次竟然被他們攬炒派 內部自己罵他 包括哪些人 是有蘋果日報和黃毓民 首先說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在昨天的報紙上 出了一篇文文 就是所謂李八方寫的隔場友誼 他說中共認證太博是聖 他這個標題是要把鄭松泰染紅 說他是中共的人 為何會這樣說 就是因為事源在港澳辦 早幾天出了一個發文 說不點名稱讚鄭松泰 說流任的人是明智之舉 還要是值得肯定 所以這次蘋果日報就生氣了 這個所謂李八方 其實也不知道他是誰 他出來直指鄭松泰獲得中共的肯定 但他企圖抹黑鄭松泰說他肯定是中國共產黨的人 但你問我 無論他怎樣抹黑 鄭松泰其實都是死的 為何這樣說 我不想用死字 他怎樣做都不行 因為大家想想 鄭松泰的盜插國旗已經令我們很生氣 而且他和黃毓民組成熱譜成熱血公民等等 其實我們本身也很清楚地明白 他們是黃營 而且他們是反對派濫炒派 我們本身不會支持這些人 而今次蘋果日報抹黑他 說他是中共的人 那就開心了 鄭松泰兩面不是人 黃營那邊當他是紅 藍營那邊當他是黃 到底他應該怎樣做人好 所以為何這次鄭松泰留下 不多不少也可能是關他們內部分裂或內控 為何有內控 就是因為黃毓民 黃毓民這兩天也有出來罵鄭松泰 他怎樣罵鄭松泰 他說這本身是狗狸 他在這裡也沒有作為 有甚麼作為 而這樣的情況你也可以留在立法會 還期望之後選舉可以贏 你去參加建制派也好 黃毓民罵他 大家聽清楚他裡面的細質 那些細字 他第一句已經來了 這本身是狗狸 是垃圾 他在這裡也沒有作為 意思是說黃毓民本身已經認證了鄭松泰 是一個垃圾 是一隻狗 或者他本身是沒有作為 而這句說話 他用得他本身這個字 肯定不是今時今日因為這件事而說 而是根據他個人本身的行為 一些人品 性格 而作出的判斷 意思是鄭松泰和這些攬炒派 可能他們本身在內部已經非常決裂或分裂 只不過鄭松泰選擇了留任代罪這10萬元人工 而且有網民也好心機 做了一張圖說 我要留在立法會 耶穌黨我不住 我說的 扮張家輝這句說話 就扮了鄭松泰的頭 我覺得這真是挺搞笑 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而黃毓民為何會罵他 其實黃毓民在11月11日 即是雙十一日子 在一個叫MyRadio的節目 這個毓民踢爆裏面 說到這個民主派總辭的事 他批評很多事 又說來說去 但事實上他還提及到 鄭松泰說他應該要跟大隊辭職或留任 其實他不表示 其實他自己也不太關心 接著就開始說 他本身是狗 說了很多事 然後又罵他人渣 而且黃毓民還說 不後悔自己所做的事 他就說我過往做的事 我沒有後悔 當年2016年那場搞場運動 我們仆心仆命去做 上天對我好見固 令我輸了一場選舉 我不用受這些苦 原來黃毓民在這裡 他也踢爆自己 2016年搞一場運動 我們仆心仆命去做 咦? 大家回想一下 2016年搞了一場什麼運動 而這場運動原來黃毓民搞的 我在這裡用我僅有的知識 分享一下或回顧一下 2016年發生了什麼事 首先有旺角的暴動案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宣誓風波 即是說尤慧晶和梁仲恆 到底黃毓民所說的是魚蛋暴動 即是他們所說的魚蛋革命 即是旺角暴動 還是宣誓風波有份搞出來 咦? 這真的值得大家深究 黃毓民當時說的 勞心勞命去做一場所謂的運動 到底這一個運動是什麼運動 段古不是運動場做運動的 他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他這次是否真的有老貓笑鬚 我們在這裡值得大家一起探討一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們一起探討一下黃毓民在2016年搞了一場什麼運動 旺角暴動又關不關他事 今集的影片時間差不多 如果喜歡肥仔傑的影片的你 請給一個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你猜入的陷阱 希望大家可以按一下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